她今天詳細會介紹自己的 Vanessa,謝謝你 好,我是英倫移民的Janine Miu 今年已經第三次參加這個移民博覽 其實今年譬如人場的人次 或者是參加的一些參展商 你只是觀察有什麼不同 我想看到的不同是我們去年和前年參加的時候 人數會比較多 早上的時候可能已經有很多人 今年我自己覺得場的尺寸也差不多 不過入場的人數相對於第一天來說 就沒有去年那麼多人 我們相信也是因為BNO的高峰期 第一、第二年已經過去了 所以剛才以我講的BNO講座為例 都大概有百多二百人 但是可能當中有些人已經是自己辦理了 BNO簽證 有些後續的問題要問 有些當中可能是有些比較複雜的情況 其實看英國內政部的統計數字 好像去年第三季申請的總人次 大概是一萬左右 已經有一個下降的趨勢 你覺得為何BNO5加1的申請 會有一個下降的趨勢 我想我們看到BNO開了兩年 有一個下降的時間 其實如果看回移民部官方的數字 大概是有16萬人是入治申請的 接到去年2022年的第四季 大概有10萬人已經是移居了去英國的 如果看回2022年的第三和第四季 大概每一個都有一萬人左右申請 我們相信是因為最急要離開的 其實頭一年一年半都已經離開了很多 所以剩下的都是一些 可能有自己的事業 有些要計劃 未必可以說離開的人 你覺得頭一兩年就要離開的 主要原因是甚麼 還有慢慢會跌倒的原因是甚麼 我想頭一兩年會離開的 特別是我們自己的接觸當中 我想第一年的比較多是political reason 當時在2021年的時候 是政治原因比較多 亦都是第一年的時候 很多下可能以前是想去英國很久的 但一直沒有這樣的門檻 開了之後就很想把握機會 現在再申請的人 我想都是一些有準備的人 我們有些學校 可能他們真的用了半年的時間 去賣樓 去做一些資產的轉移 慢慢去計劃 是否因為高峰期已經過了 會不會覺得香港的移民潮 都會慢慢冷卻下來 我想如果在英國方面 最高峰的就是過一兩年 我覺得是慢慢下跌或平穩 好像你看到過去的第三四季 其實都是一萬人左右 其實都是平穩的數字 但我們自己去年開始 我們去延伸了去做Europe 外爾蘭 普通牙 就是我們會看到再留在香港的人 我想有部份的人逼不得已要走 或者有他們的原因 留下的人其實都不是說 真的沒有為下一代作想 或者沒有想的 但留下的人就比較想 去用一個叫做移民不移居的方式 所以後來我們就延伸了 外爾蘭 普通牙 就是那些人可能是自己有 他們香港的試驗 一些財富 其實未必想走的 但就想為下一代去買一個 歐盟的永居或者國籍 我們看到這些人就比較多 是否都是因為香港的教育政策 令到一些有子女的香港人 都真的會想走 教育政策是其一 有些申請人來找我們的時候 他們說小朋友今年可能幾歲 他們希望計劃到他十多年後 去歐洲讀大學 所以他們就會想 可能愛爾蘭或者葡萄牙 希望到時他已經是一個公盟的學生 就可以用當地學生的身份去讀 教育是其一 我想政治社會環境都會有少許影響 我們做愛爾蘭或者葡萄牙的客戶 當中都有一些其實是公務員 他們可能有很好的工作 未必會離開 但他們可能會想到某天我退休的時候 到時不知道還有沒有BNO簽證 但就會覺得 可能都可以先買一個歐盟的移民身份 會不會都希望下一代是一個學術自由 思想自由空間比較大的 會 會 其實不只是下一代是再下一代 我也有些客人問 如果我幫我和下一代拿到一個歐盟的護照 或者永居 可不可以再給下一代 看到他們是為了他們的子孫去想 所以其實有甚麼分別呢 所以說移民不移居 比如說愛爾蘭普通 他們的移民政策和BNO5加1分別是甚麼 其實主要就是居住要求 例如愛爾蘭 最大的好處就是每年只需要入境一天 就可以維持永居 變成有些人是想要一個永居身份 但是不想走的 愛爾蘭就會符合這方面的要求 因為只需要去一天 如果葡萄牙就每年要去七天 但會不會說他們需要投資金額 因為BNO5加是不需要有銀行投資金額 但門檻是最低 但會不會說未必適合5加1的 又未必適合愛爾蘭、葡萄牙 我想不同的 scheme 有不同的 catered的人 BNO的門檻是最寬鬆的 沒有太多的經濟等投資要求 如果BNO再下最上一級 其實就是葡萄牙 葡萄牙的最低門檻是28萬歐 就是你圍回200多300萬左右的港幣 去買一些葡萄牙的酒店項目 投資或者服務式住宅 我會覺得是中級級 葡萄牙再上一級就是愛爾蘭 愛爾蘭的資產要求再多一點 就要200萬歐的資產 就要千多萬的港幣 做這些都是中產、高端的人士、投資者 但好像愛爾蘭剛剛停了黃金簽證 可能覺得太多內地移民 對香港人有沒有什麼影響 我想做愛爾蘭、葡萄牙的 固然就是內地人可能佔得比較多 不過以我們由開啟這兩個市場到現在 我們主要接的其實仍然都是香港人的 我們看到香港人就是 他們真的會去詳細去考慮過 這個行動的可行性和風險 特別是愛爾蘭投資取消之後 其實我們都收到不少的查詢 是他們希望在最後的緩衝期的時間 去投資可以投資的項目 去做最後的機會去做申請 我們估計接下來的一季 我們都會繼續在愛爾蘭 會不會是接下來的一季是最後的 已經可以這樣說 如果要留位申請接下來的一季 愛爾蘭就會是最後的 那你覺得是不是香港人的移民潮 就是慢慢冷卻了下來 我想如果在英國的話 就會是有少少的 就是看到數字在下跌 其他歐盟國家那些 大家可能會想留在那裡 但是都會想看看有沒有什麼合適的途徑 是給他們的下一代 或者再傳給他們的grandchildren 那以你們公司來計算 譬如說22年和21年 即是你們整體處理BNO5加1 或者其他國籍的移民數字 和21年比較是增加或減少的數字是怎樣的 如果21和22年其實就差不多 當然21年是最高峰 22年的話我想是相對跌了幾個% 去到23年的時候 英國相對平穩 但是我們的客戶就變成高了 去歐洲的市場 愛爾蘭圖塔那裡就高了 譬如說今年頭兩個月和去年頭兩個月比較 是多了還是少了 如果英國就會是少了 但是歐盟就不然是多了 那大概整體多了幾多 整體的數字 今年頭兩個月你們處理的 即是移民數字的個案 和去年1、2月比較多了幾多 英國就跌了幾成 但是那幾成跌了的就去了愛爾蘭圖圖亞 所以如果你用客戶為計 其實數字都是差不多 不過轉了去不同的國家 所以你覺得趨勢都會是 轉去其他不同的歐盟國家 未必需要去住的一些國家 而可以拿到那個國家的運居或國籍 因為始終在香港賺錢是容易些 大家都是覺得 是不是現在是BNO5加1國到英國 譬如說他們就業 或者是遇到一些生活的困難是比較多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們可以得到什麼的協助 我想現在過去英國的人越來越多 從以往第一年過去的時候 可能那邊沒有什麼親戚 沒有朋友 現在大部分人移民英國 都一定會有些朋友在左近的 不同的城市 我覺得他們要融入社會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我想他們在當地要認識到 他們當地自己的朋友 可能去參加一些社會 教會 一些義工的活動 我想這件事都很重要